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两种性纤维化等35种病症做检测 好玩的地方在于 这家与谷歌颇有渊源 一方面 23andum就设在谷歌总部所在地加州山景城 谷歌 Facebook 等科技业巨头是它的金主 另一方面 23andum的一位创始人美国生物学家 安妮沃西基·安·沃奇奇 就是谷歌旗下视频业务 YouTube CEO苏珊沃西基·苏珊·沃奇奇的妹妹 苏珊就是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瑟吉·Bring的前妻 科技金融新星Betterment 尽管没有23andum那样深厚的科技背景 在线投资平台Betterment仍然前途光明 Betterment 2010年在纽约创立 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乔恩斯·泰恩·John Stein 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毕业生 迄今为止Betterment融资已合计超过1亿美元 客户每月只需付3美元左右 就可以获得互联网金融服务 看来Fintech科技金融在2016年仍然大有可为 首有余香的Bloomsart O2O健身公司Klespas Klespas的联合创始人贝宝卡达奇亚 Pio Kudekia本身就是一位美女 她于2013年成立的Klespas更是让她成为公司的活招牌 现在Klespas的业务遍及全美33个城市 每月支付99美元成为Klespas的会员 就可以人选多家体育馆和健身中心的健身课程 O2O加C2B的生鲜电商Farmigo 作为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本期罗内恩本资Roman领导着身在城市的Farmigo 把农场生鲜直供到城市餐桌上 设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Farmigo 让城里人直接向周边的本地农场下单 客户通过Farmigo订购当地的农产品 主制品等生鲜食品 Farmigo还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打造食物社区的概念 进行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运营 目前Farmigo已经完成三轮融资 合计目得2600万美元 上男人也买买买的Harris Harris由美国眼镜品牌 Walby Parker的元老杰夫雷德 Jeff Reader和安迪卡茨 梅菲尔德 Andy Katz Mayfield成立 这家电商主打高端T恤产品直销 但也可以买到售价仅2美元的T恤刀 两位创始人之前 总抱怨在商店内买到的T恤刀 和T恤泡沫非常不好用 于是干脆自己动手封衣足时 创立了T恤刀电商网站Harris 专门出售做工精良的德国手动T恤刀 成立仅10个月 他们就又花1亿美金 收购了有着93年历史的品牌 Fantichnik 就是原先Harris T恤刀的唯一供应商 收购达成钱还没付的时候 Harris就获得了122亿美金的融资 如今每售出一盒刀片 Harris就会捐赠一组T恤刀片或等值金额给慈善机构 T恤无残留的脸又多了一个微笑的理由 到今年7月 该司估值已达75亿美元 因装修爱上设计顺便创业的夫妻档 Harris 阿龙科恩 阿兰克恩和妻子阿迪塔塔克 阿迪塔塔克是硅谷少有的创业夫妻档 最初 夫妇二人只是想满足家中的装修需求 后来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室内设计 于是旧金山的家居设计网站 Harris应运而生 目前已经得到2亿美元的风投资本 共享型工作空间Industrius 贾斯汀斯托尔特 Justin Stewart和杰米霍达里 Jimmy Hodary在纽约布鲁克林区 成立的Industrius 为众多小公司和个体户提供了便利 确切地说 这家公司为自由职业者 创业者和律师事务所提供共用的工作空间 在一个共用的空间里 可以开辟私人的办公室 和专用来做某些工作的办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